哲耳茶它是可以提升免疫力的嘛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像我們平常在喝的像綠茶或者是紅茶 或者是烏龍茶跟哲耳茶 這些茶我們要怎麼分呢 就是它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自己喝的這個茶呢 其實算是我們剛才有講到嗎 千年的古樹 對 那千年古樹就是 它是在這個 這個土地它已經生長了上千年了 對它是一個自然的生態 那我們去採這個古樹上面的茶葉下來做成茶 而不是說這個茶放的千年不是這個意思 有很多人會說千年古樹 是把這個茶放了超過一千年的意思 那 之所以是把千年古樹的茶葉做成普爾茶 是因為普爾茶它這個工藝 所以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放很久 OK 所以像我們一般喝的綠茶 好像就是沒有發酵過的 對 但是它有很豐富的 額茶素多酚 額茶素多酚 對 可是你喝多了好像就會傷胃是嗎 還是 對 因為多酚類 它未發酵的多酚 它會比較刺激一點 會比較刺激一點 當然它有它的健康 OK 所以如果腸胃比較不好的人 它可能就是可以喝 但是不要喝太多這樣 腸胃不好的基本上我會不太建議 喝一個未發酵 因為你可能喝不管喝多喝少 其實都是比較刺激一點 都會比較刺激一點 對 比較刺激一點 OK 那像紅茶呢 紅茶的話是 紅茶屬於這個已經發酵過 就是完全發酵 全發酵 全發酵 對全發酵 所以像 但喝多了也不會對腸胃不好 其實還是會 因為它 它對這個 它畢竟現在的原料 我現在講的是原料的問題 現在原料可能很多是有農藥的 農藥 OK 或者它製作的方法都沒有那麼好 對 像有時候我喝喝紅茶 可能如果下午喝的話 像我以前 寫功課啊 好夜我都在那邊喝紅茶 就可以提神 這樣子 就會睡不著了 這樣子 對 所以紅茶也是另類的咖啡 咖啡因比較 咖啡因比較重 對對對 那像一般 台灣比較喜歡喝的烏龍茶呢 烏龍茶它大概是屬於怎麼樣 它算半發酵而已 半發酵 對 就是大概六分七分發酵 OK 所以它的發酵的 發酵的這個程度 取決於它的 它的茶的口感 茶的口感 對 茶的口感 所以茶的工藝 就是來自於 發酵的程度不一樣 哦 那普爾茶屬於 後發酵 後發酵 就是說我今天 這個茶做好了 它會因為時間 慢慢的發酵 因為 這個時間越久 它就會越成年 所以它沒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沒有保存期限的問題 比如說沒有任何食品 只有我看大部分的食品 目前的茶好像只有普爾茶是沒有保存期限的 對 那其他的茶就是說它有它的新鮮度 因為它的工藝的關係 它有它的新鮮度 比如說 我綠茶就是要喝新鮮啊 對 我放久了 當然 它那個茶多分可能會消 或許還是可以喝啦 OK 但就是不像綠茶 或者說它已經沒有那個意義在 OK 對 對 那普爾茶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適合放 但不代表說 一定要放 放酒才能喝 不是這個意思 OK 你如果有好的原料 你覺得口感很好 普爾茶就可以馬上喝 然後就可以馬上喝 對 那我知道就是 我是剛剛在跟RUN聊片的時候 他有提到 他原本是不喝茶的 因為他 他對茶之前 他是有他的擔憂的 例如說他可能會怕 睡不著是不是 對 睡不著 然後就是腸胃不好 腸胃不好 對腸胃不好 因為我以前胃不好 喔 所以我不太能夠喝茶 一喝茶會怎麼樣 我只要一喝茶 尤其是如果沒有 會胃酸嗎 如果沒有吃東西的話 沒有吃什麼東西的話 大概幾杯就開始胃不舒服 就會胃不舒服 就胃不舒服 有點像胃痛那種感覺 喔 就是 那 很多人應該都是類似 這樣那種感覺 OK 對 那後來怎麼會接觸普爾茶呢 然後又變成百合會館的館長 呵呵 這個 這個要回溯到 在八九年前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 也是因為 呃我的太太嘛 那她本身來講 她就是 因為她的關係 我才接觸到這個茶 嗯 那因為我們這個品牌 叫百步廠商 她是在百步廠商裡面 擔的很重要的一個職務 嗯 那也跟著這個老闆 工作了非常多年 嗯 那這個老闆以前 她也不是喝茶 OK 他們以前其實 他們以前其實是在別的行業 嗯 後來因為這個茶 轉換到 做這個 做這個品牌 OK 所以那時候 他們只是喝茶 我也是跟他們在 後來就是 常常交流 就一起喝茶 嗯 才了解茶的 嗯 了解 那以前都喝高山 都喝台灣茶 後來 咦 怎麼改喝普爾茶 對 結果喝普爾茶 感覺這麼 好像越喝越 越 越好是身體上面有什麼樣的 那個 對 就是說像我們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怎麼 以前喝茶的經驗就是說 喝個幾杯就開始胃不舒服 嗯 可是喝這個茶 不但沒有胃不舒服 還可以 我曾經還有一次就是腸胃炎 嗯 腸胃炎 然後我一樣就跟他們區域那邊聚會 然後喝茶 嗯 結果居然 喝了茶 可以治胃病 真的假的 就是治我的腸胃炎 腸胃炎 就是 腸胃炎都一直拉動吃 我覺得我那時候是 一直吐 然後我也不舒服 就是吃不 沒有辦法吃任何東西 OK 所以更不要說喝茶 嗯 可是居然沒想到喝茶 可以治腸胃炎 OK 所以剛才 查清這個 治腸胃生記所寫的那些內容 我就整個這樣寫 在你身上印證 在我身上印證 所以網路上面說喝普爾茶 可以提升免疫力是真的嗎 呃 免疫力這個事情的話就是說 應該說我們身體只要健康 我們的臉醫系統就會好 嗯嗯嗯 那怎麼樣讓自己身體健康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腸 腸胃 腸胃是最重要 在身體裡面佔你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真的 嗯 你的腸胃如果沒有常常養好菌 哦 好菌 OK 譬如說有好的菌在腸胃裡面的話 你常常有很多很多菌 對 那如果都是壞菌呢 嗯 你偶爾吃好的東西進來也沒有用 哦 它沒有辦法吸收 沒有辦法吸收 或者是沒有辦法 呃 真的在融為 融為一體 嗯 但如果你 你常常保持好的菌在你的菌群在你的腸胃裡面 嗯 你就會 越來越健康 就會延延益壽這樣子 就是會越來越健康 你腸胃健康了 你的所有的身體的功能都會越來越好 你的移民醫系統也會更好 了解 那當然這個 這個有更 更 專業的說法 但是我們現在這邊 呃 因為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呃 我想未來還有多機會跟大家分享 那也也歡迎大家如果未來還有很多時間可以 來參加我們的茶會跟茶區課程 嗯 都會有更 更 專業的內容 嗯 跟大家分享這一段 那 因為我們這個頻道主要就是 結合各個領域的專家來一起為社會做公益 那Ryan他也非常認同 取之於社會 呃 回饋於社會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以假設說各位你們對於普爾茶 你們有興趣 然後你們想要多一點了解的話 你可以寫信到這個信箱 來問我們 然後 那Ryan他這邊呢 他願意 假設說你們捐款給 呃 我們精選出來這三個機構 像桃園的蘭迪兒童之家 還有台東的孩子的書屋 以及嘉義的基督教老人的這個醫院 小孩跟老人其實都是需要我們去特別去關懷的 那Ryan如果說你們不管多少金額 你們只要捐款到給這三個機構的其中一家 你把那個收據給我們 那Ryan這邊呢 他願意提供這個千年老宿的福爾茶 真的蠻好喝的 然後去你們那邊奉茶 奉茶 對對對 對 所以呃 如果說你們有這樣的需要的話 那就是 呃 歡迎 呃 跟我們結婚這樣 我們非常樂意 呃貢獻我們的專業 那也希望就是說 你們貢獻你們的愛心去幫助 更需要幫助的 讓我們這個 台灣這個社會更加的美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Ryan來到這個頻道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